养花的臭宝 用有机土的时候可以用无机肥 但是用无机土的时候必须要用有机肥 啥是有机 啥是无机啊 我就以这个棚这边为例吧 你就像现在地上的这种石磷 或者是泥土还有沙土这种东西 它就是无机土 最常见的就是大家养一些盆景 用到的一些粘土 包括云南的红土的 只要是土就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 只要是这种颗粒类的 果山盐 珍珠盐 鹿枣啊 赤玉啊 这些个呢 都是无机的 那你像常见的一些有机土呢 你比方说一些个发酵俯熟的一些个 松针啦 树皮啦 还有泥炭土啦 还有大家用到的一些斧植土 斧叶土 这种都可以理解为 叫有机土 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因为你像以前的时候 像老一辈的 就像咱们那些叔叔阿姨 或者大妈大爷那一辈的 他们用一些个发酵的桃米水 养的花却很棒 而你买回去以后 你比方说咱们家的这种秀球 你用了发酵的桃米水 结果烂根了 为啥呢 因为啊 之前的时候 大多是在用泥土和沙土来养花 泥土和沙土呢 你浇一些发酵的桃米水进去呢 它是补充了一些有机制 就像什么呢 农民种地 因为我祖上也是农民 我这几年才不种地了 我们那时候种地的时候 都会去上一些个粪肥 用粪肥 这个土壤里面的有机制 每提高百分之一 浇水啊 包括自己的锁肥能力啊 能够提高百分之三十 甚至是百分之五十左右 就这么夸张 但是呢 你想要在一亩地里面 提高百分之一的有机制 起码得两吨的 两吨的粪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然后呢 有机跟无机呢 简单的跟大家就透了透 区分的话也简单跟大家说了说 但是为什么要用有机肥 为什么要用无机肥 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因为植物哈 本身你比方说分泌的一些花蜜 比方说它长的一些个 很多的一些东西 都不是它本身需要的东西 而是它分泌很多的营养 去给这个盆土里面的 这些个微生物去吃的 如果说 一个花盆里面 没有一个完善的 一个微生物生天体系 就跟人一样 你身上没有医生菌了 你就更加容易得一些病 你比方说咱们人的肠道 会有一些个菌 帮咱们消化食物 如果说肠道不健康了 这吃了东西也不容易消化 而且呢 容易得肠胃病 植物啊 也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呢 微生物啊 是在有机的环境下生长的 所以说大家要搭配 有机和无机兰 如果说在一个无机的条件下呢 这些菌都是在休眠状态的 不生长的 所以说呢 用无机土 你要搭配着一些有机肥 比方说粪粪发酵过的 羊粪 鸡粪 牛粪 发酵桃米水 橘子皮 粗菊垃圾 制造一些肥水 如果说你用到的是 进口的泥碳土或者营养土 您就用一些个无机肥就行了 什么史丹利啊 花朵朵啊 奥律啊 美乐科啊 等等一系列的 都可以 好了 今天呢 就是简单的说到这儿了 结果不错 就点个赞 其他养问题 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正一 白了